女人最窩心 我是一个实习生 第一次踏入社会 想过会遇上不同的人 甚至有想过会与同事产生摩擦 但是没有想过 会遇到一班那么好的朋友 我们的友谊是怎么开始的呢 可能就是有一天有个实习生 怕我们平时吃得太多零食会肥 于是买了提纸我们一起吃 还很细心地洗干净 又可能是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们会帮我手盯饭和洗碗 我OT他们又会陪我支持我 这些这么小的事慢慢积累下来 就成为了我们友谊的基石 最记得有次做packing的工作 时间都挺赶紧 人手又不够 我随口问他其他实习生 得不得闲 谁知一呼百应 都说抽少少时间来帮忙 帮得多少得多少 那刻见到那么多人一起来 感觉好温暖 也很感激他们拔刀伤了 很多人说出来社会 个个互相竞争 表面对你好好 但随时在背后插你几刀 但在这里 似乎改变了我的想法 虽然不知道我们这段 只是短短相处了两个几月的友谊 会不会继续下去 不过我想我不会忘记 今年暑假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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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